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定音的話實際上跟這個 常覺得是有所相似的 它也是由於這個 分支性的結合改靜 所用起來的一個 有邁性的 迷邁性的符合岩 邁性的 迷邁性的符合岩 它主要是從外周性的 這個結合 重新的活動 所引起來的 這個 符槍的結合 結合的符合岩的話 它主要是由下面結合同進來的 第一個的話 最主要的還是血型波上 還是血型波上 是最常見的利益 第二個就是從符槍裡面 其他的結合 主要是它有八結 那就是長結合 以及這個結合性的虛弱管言 以及迷邁就是彭槍的結合上 就是復劍的結合 而破散到浦槍裡面 波上到浦槍裡面 這樣改進去結合的符合岩 再來的話 也有不分病的話 大概是三分之一的病例 它就說沒有這個長結合 沒有這個長結合的情況 然後發生這個結合的討厭 它是通過前面這些討論 或者說以前有結合感應 就是在阿拉松的時候有結合感應 它結合感應一爆到虛槍 但是當時它的免疫度比較好 所以沒有發力 而到了沉澱 在一定的免疫狀態低的情況下 然後再發生結合性的封面 主要是這樣來的 發生結合性的封面 有下面的一些因素 我們也把它稱作 Rate 就是危險因素 可以的話 跟我們這個結合的發生有關鍵 一個概念就是HIV Infection 這個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HIV Infection 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西方國家 西方國家 我們國家可能因為這個 相對來講並不是佔主要的 我們國家還是佔主要的 因為是結合了一個高峰的 所以這個的話 首先 再來的話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這個 低面磁性的磁性 這個Selocis Selocis 這個你講得來還沒講到 後面還講得來 甘露肝的時候 這個抵抗力的渠量 可以發生這個SGP 就是自發性細菌磁膜炎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這個 解剖性的膜炎 而且甘露肝病的話 菌發解剖性的膜炎 是非常激熟的 還有就是我們用了這個 非固定性的膜炎 就是不在一個單位 就是有時這裡突襲 那裡突襲一下 另外就是這種膜炎 也容易發生膜的感案 以及結合的膜炎 所以這個是要盡量避免的 盡量避免的 來冰靈修來講的話 他在大體型來說 他在講 就是說這個結合 是浮面炎最主要的可能 就是一個網膜的徵服 網膜的這種避免性的徵服 而且在這個撫摩上面 撫摩上面可以有很多的 多過的這個黃色的結合結結 這個是他的特例 這段話就是我 以前我實習的時候是見過的 當實習是認識的 這個是刀揍手 就是幫著拿勾的時候 這個變成整大不清楚的 因為這個結合的復免 到時復免這樣搞不清楚 當時的整大手在有限 然後去開刀 開刀就可以打開 傻眼了 這個變成一看 整個網膜上面 全部都是那個黃疙瘩 黃疙瘩 就是一個個這個小的 結合結合結合 你看就是幾個結合 這老師都不講 這就是典型的結合 然後這個打開怎麼辦 因為是幾個結合結合 它不是總流 但是總流開的 只有什麼官服 官服的話 就是這個結合結合 在幹服之前的話 老師一般來講 就會用研究 把整個護槍裡面 稍微就這個研究 刷不上去 這個也非常奇怪 這種人開服以後 再把腦筋關了 骨子也消了 燒也黑了 正常都好了 所以有這個 我們講說 結合感覺的話 它不是 不受益癢癢 但是我總是想 為什麼它打開腦筋以後 就快就好了 是不是還是 跟這個 雅的氣 對它 是不是還是有一定的作用 現在搞不清楚 就在以前 碰的這個線 只要是頭部站起來 打開腦筋 結合的功能 跑得非常快 比藥物質量來的還快 一哈燒就退了 一哈選舉效 這個很奇怪的 當然也許 是不是這個臉手的消毒 把這個 我家裡的這個結合 就感覺到 都被殺死掉了 這個 這個印象非常深刻 非常深刻 就是王國生的 這種結合結合 第二個 胡椒筋 也有三種類型 也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 是比較常見的類型 我們叫做 Wet type 就是腎出型 這個是以腹筋為主的 它是腎筋 這個是以腎出為主的 這種類型 主要是 油力性的腹筋 所以這種病人 是比較脫節 而且在零創上 這一種類型 質量效果是最好的 變成製造環境也比較快 或者效率也比較快 這是第一種類型 第二種類型 我們叫做 Drave type with a hatching 這個是什麼呢 連點型 這樣做的話 就是腹筋裡面 有很多的 千萬結的種子 造成這種腹筋的連點 這樣變得今晚自豪了 質量也相對不關連點 自豪以後 也可能變得後來 會留下一些 不全常任者裡面 就組織一些活動 那總有些症狀 就沒有第一型的質量 第三型的話 就是半肌肺 這種類型的話 是叫做幹部的型 它這個腹筋裡面 廣泛了一些 纖維種子的增水以後 然後 帶生這個網膜的增後 以及把這個腹筋 就是分成一個各種的槍 在腹筋裡面 分成很多的槍 有這個腹筋裡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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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整個腹筋的話 可以成一團 這種變得的話 常常在這腹筋裡面的浮水 就可以出現這個結合性的龍鎖 結合性的龍鎖 這種幹部型來講的話 育後是最差的 由於它這個分成槍裡面 抗結合的腹筋 不容易到達這個 病變的部位 所以效果比較差 這個病變的 常常止於這個高人 高人 而且自然效果也不好 癒後的話 這一心的話 是比較差的 比較差的 當然在靈鎖上 常常就是幾種類型 混合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 就是混合性比較多見 它靈鎖在這也是一樣的 這個的話 也是年輕人的一個體制 主要介於輕壯臉 而結尾的覆面 也會傳來一個不一樣 主要介於年輕的語氣 主要介於年輕的語氣 是最常見的 最常見的 第二 零床的特性的話 也依賴於下列一些情況 比如說 這個病變所累積的 所累積的這個部位 它病變的性質 以及這個程度 再來就是這個病理的類型 剛剛我講了 三種類型不一樣 它的零床表現 有很大的差略 很大的差略 就是說 所以當初浮水人的種類型 它主要就是華人 以及結合中的症狀 這就是浮水 然後後面的黏黏性的話 這種浮空就比較明顯 常常敗水有的一些偶酷 等等一些症狀 而肝黏性呢 常常是高燒 有敗性的這種表現 所以這個是不一樣的 再的話就是 這個病人的免疫 這個症狀 就是Thermine的這個症狀 就是它在這個情愛有關係 有關係 比如說這種病人 賈洛婆沒有愛子病人 它這個一般來講 症狀就相當比較重 就是有低免疫狀態 再就是利用免疫移植技能 像是急速啊 或者免疫移植量的移動戰略 就是移植 或者在我們該移植等等 這些移植以後 出現的這個結合 相當來講 它就比較重 而且比較重 再就是變成了營養的狀態 就是 當這個症狀態它不是營養 就這種 怎麼來說 就是拉一根問題的話 就說你們應該把它發生什麼 確定呢 就是說人是不是比較強壯 或比較弱的這種形狀態 它不是腿一樣的 就是它的體質的這種狀態 比較強壯的 或者身體比較弱的這種形狀態 這個檢驗夫妹也是的 它的症狀變異很大 部分病人完全沒有症狀 完全沒有症狀 可能就是一個浮水中 大起來 然後一 裡面有水 再來檢查是一個結合症狀 沒有症狀 再說臨床表現的話 它也可以是急性賣血 也可以是這個賣血的基礎上 就是在急性的形狀 大多數病人的話 就是一個賣性的千元的過程 千元的過程 這個也有急性的結合症狀態 這個也有急性的結合症狀態 就是急性的結合症狀態 我們也提到了 而沒有長穿狀態 不是長穿狀態 但是這個病人是一個急性的結合症狀態 這個病人是什麼呢 它的話主要表現一個急性的結合症狀態 這個一般來講 是什麼情況 就是由於這個主要裡面 這種肝臘腰的這種淋巴結 有肝臘腰壞死的時候 淋巴結突然破裂 破裂 然後引起一個急性的 這個結合症狀態 這個病人的話 我曾經見過一例 一例是一個十六歲的一個中學生 這個病人的話 第一次發生就在去年的土 右下 或者在去年的土 牙頭患交通 搶兩個鹽 搶兩個鹽 然後在學一個住院 學一個住院以後 當時就給他用抗炎治療以後 這個病人就好了 就不疼了 已經燒了 就回去了 就隔了一段時間 隔了一段時間 這個病人就是吐水來了 就是這種高燒 持續的這種高燒 就是持障感 每天38度到40度 退下來了以後 接著退下來了以後 下滑了 又燒上去了 這個小年紀點兒 然後我們就抗炎治療 一過多月笑得不好 後來他也是也行抗炎治療來 加了幾個兩個星期 也沒有效 也沒效 後來這個病人出現了什麼呢 出現了一個茶露 肝臟包含下的濃露種 濃種的話 他們就插了一個管子 插了一個管子 然後引流 因為有農藝 因為這個引流弄出的很奇怪 這個病人怎麼流出飯呢 吃的飯從這邊流出來了 後來他會進去查 有12次他跟鋼包含了一個洞 12次他跟鋼包含了一個洞 然後想這個 一般來講的 就是說 鋼耳性物質非常會形成洞 這個時候想到 是不是結束 然後就把這個農業拿去 靠上來找了 大量靠上來 這個病人 後來覺得 因為這個農種 剛才已經流以後 它的燒就慢慢退了 再看見一個質量 就慢慢有效了 因為年輕小伙子 就說 遇過後來比較好 經過我們的質量 用於分泌等的質量 後來那個肉管 沒有太多手術 也治而遇過了 後來修修修了一年 後來還考上大學 後來假日非常高 後來這個病人 當時是沒有希望的 重的不得了 就不知道 每天吃高燒了四十一種 那個情況就像一個 後來他們都 因為它是一個 弱性組織細胞病 這些都考慮到了 但是找不到 不能治好 所以這個結合 你只要診斷清楚以後 還是要 對不對 就是這種細胞 大概一定要注意 你幾乎正起病的這種 可以擁有 不論為其他的疾病 來共振 症狀來講的話 它這個首先 這個也是 有一個前身的症狀 就是結合中度症狀 結合中度症狀 就是包括 叫做髮梢啊 倒幹啊 皮髮呀 消瘦啊 以及這個 髮梨啊 夜食啊 等等 這些症狀 這是比較常見的 第二個這個病人 常常都有 起素不良 這個病人 影響病人 比較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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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是 腹痛 病人常常有這種 腹部的這種 經濟一些這種 腳痛 再就是 半生有這個腸臉 腹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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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可以 半生有這個消瘦 消瘦 消瘦了這個症狀 是比較常見的 假瘦症狀病人 是由於 這個肝臉 要壞死的淋巴結 或者 浮江裡面 局部的這種 病罩 或者是一個隆重 再來就是 這個 把這個結核 新腹梅臉 引起了長瘡腹 可以出現 脊腹症的表現 脊腹症的表現 脊腹臉 脊腹臉 也常常有 不活病 常見核的時候 也可以出現這些症狀 這是他比較常見的 因為他腹腔 結核以後 他會刺激長瘡腩 能夠出現這些症狀 待會兒也要注意 這個病人常常會有 背外 就是腹腔外 結核的一些人常表現 主要是背部結核的一些人常表現 脊腹臉 現在的體育相對常見核來講的話 就相對的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找到幾個 大家可能說 福利整代學也學過 這是主要的 第一個腹水 可以有腹水 第二個就是 不必在腹肌的緊張 柔嫩感 比較柔臉感 這是結核的一個表現 第三個的話 就是不會有輕度的牙痛 或反牙痛 所以輕度和發力 但是常常有這種包塊 這種包塊一般來講 邊界是不輕的 你像我們常結核 它邊界可以整核 這個可以完成整個服務 連點形成 可以整個服務形成 一個打開包塊 完全到處 跟著大家那種感覺 當然這個主要是連點 所引起的 連點形成一個包塊 另外 可以見到這個長鱸鱸鱸鱸 因為長連結以後 可以形成這個長鱸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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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鱸�� 在结合性方面的壁发症最常见的也是长枕种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壁发症 再的话就是长参孔 长参孔的话在甘若形和粘叶形是比较常见的 而在盛畜形的第一型来讲是比较少见的 主要的话就是由于这个长纹的虾枝以后 结合造成长参孔的虾枝 然后在这个静单上来就是虾枕上面 就会发生这种破障 破障到一定的程度因为它压力很高 它可能那个就发症 出现了这个穿孔 长参孔或虎枪的农民种可以 但是相对来讲比较少见 检查的话也是跟我们长参孔是一样的 你要有些非特性的表现 比如说血症症 真快 贫血 低淡血症 白细胞气素可以正常 可以降低 也可以增加 根据病人的状态不同 一般来讲这种奇性起病的这种解决图面 在早期它白细胞是增高的 而且中性增高 大家知道解决大概可能 印象中总是零把细胞围 但是大约要注意 早期起病的时候也可能是中性增高围 然后慢慢的变成零把细胞增高 再就是PPT事业强阳性 可能强阳性 而肤水的检查对于我们这个结构的诊担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诊担 对我们的诊担是很有帮助的 一般来讲结构及浮沫岩的肤水应该来讲是属于肾出液 肾出液可以有下列的一些特征 这些特征的话对于我们的诊担是很有帮助的 一个颜色它一般来讲是草绿色的 就是草绿色的 活着是血腥的 罕着是血腥的 罕着就算是极少多病的 可以是鲁鸭的 鲁鸭的主要是时间非常长的 鲁鸭的时间它就是里面的一些脂肪 因为细胞变形有多一些脂肪 流起来的 所以比较少的病人可以是鲁鸭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吧 这个肤水里面的蛋白质是比较高的 高蛋白 一般来讲大于30% 因为它是胜出液 所以蛋白质是比较高的 而蛋白质是比较高的 而蛋白质是血腥 跟腐水里面的埋蛋白的差小于1.1克 这个对我们正在意包座的 这是绝对的一个特征 再就是白细胞技术是增高的 一般来讲大于150% 而且是以0.8细胞 主要里面介绍的是0.8细胞 还有肤水里面跟血糖的这个笔质 是小于0.96% 因为肤水的这个相当来讲 肤大糖的话是较低的 所以它的笔质是低于0.9%的 这样是0.9%的 再的话就是肤水里面有可能找到靠山感应 就是靠山感应该的 另外也可以总培养 总培养 再的话就是为了提高敏感性的话 这个一般来讲要求什么呢 送一身的笔水 就是500毫升以上的笔水 拿去离心沉淀再检查 可以提高到整能力 但是大家晓得500毫升的离心是很麻烦的 所以很多人他不这样做 不这样做 就是你要这样做的话 有可能就是捡出力 是可以提高来打 这个我们就是说 从我们医院的界来看的话 就是说这个笔水里面找到靠山感应该的 激励能够达到一个千分之一 我们就很麻烦的 可能一千克里面有着笔水 而找到一个 但是这些前一段时间 好像有一段时间 他们说凶水和笔水 连续找到了一个 现在他们可能也是个检测 也抓这个质量了 就是把这个检查的什么 大家有注意的 就是阳气的好像有所提高 再一个就是 一个笔水里面的 AEA 这个是 它的灵感性的推移是非常高的 这里面用了 high sensitiv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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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高度领导 不特意的 这个检测一定要查 对于我们这个 这个笔水里的界约诊诊诊 AEA是非常重要 它是杰森里面 比较特意的 医疗特意的 另外 肠症一定要从西方学的检查 从西方学的检查 我们主要的目的思维 为了什么呢 主要是盘取 癌心的福气 癌心的福气 而超市部的检查的话 对我们 所以说一般来讲 我们解枕里面常规力要进行 它主要是一个发现这个腐墙里面的理解 在解枕里面超生解枕的理解的话 一般来讲 它讲这个场馆中有些颠颠 有些颠颠才有些漂浮 漂浮里面可以接到一些 有时候可以接到一些虚招物 有时候也可以接到一些局限性的理解 这个对我们解枕是有帮助的 大家提到一个英特洛克就是常见的这种水 这个就是极限量 比较常见的水 另外可以见到零八级 就是在服务部的组织的团结 在解枕里面也是经常可以见到 它可以是飞散的 散在的 也可以是聚集成一个比较大的 有这个零八级组织的团结 大家就要注意了 就要跟零八级织织织 那个小的一些五回生区 可以见到 这个主要是零八级织织的一些干狸 又坏死 所以中间的部分 它是可以见到五回生区 因为它是干狸要坏死的 所以它的回生很低 无回生区 另外的话就说 这个病变rement above 有 ook 也可以见到这个高回生的 有生意的这种钙化的零八级 钙料坏死以及钙料坏死和钙料坏死结合 所以对我们的结合诊断是有帮助的 再的话就是在一般来讲 恶性机构的领化解里面 它是很少介绍这种现象 就是钙料坏死和钙料坏死的 你先去检查免治常科症 这我就不讲了X光片 修建就是必须要做一个长结合的固定 是一样的主要是来看 有没有这个肺部结合的证据 再就是扶屏片以及背观的检查 扶屏片的话主要是来看 有没有什么盖方的发现 有没有长根组以及这个长穿孔的一些可真 也可以见到可能的长路 这个主要是背观的长路 再来就是也可以见到洪水或长结合 这个病人有没有合并长结合的证据 身体扫描的话 这个我们在结论图面也查过来 另外就看看有没有长结合的证据 有没有长结合的表现 这个病人是不是合并长结合 另外也有点发言 穿孔 红组以及长根组 这些并化症 这个浮家里面的遗体的话就是说 在系统上面的话它可以见到一些很多分隔 分隔 比如说在这个解黑的浮备年代的时候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它跟别的风水的话就是说 可以发现我们的浮复阵扣 浮复阵扣 以及这个总大的浮复阴 总大的浮复阴 总大的浮复阴 大家要坏死的这种浮复阴的话 有时候这个也可以见到这个低密度的 中间这个密度比较低的 周边的话有这个强化的浮复阴 这个也提示可能是解黑的浮复阴 当然也可能会发现一种概化 一抄一样的 再就是这个浮复探查 或者浮复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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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在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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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相經就是在我們探查的時候 輔相結科 它也是分成三種類型 三種類型是跟我們前面講的大體的類型 是一樣的 就是這種勝出型 主要是有結婚結婚的網絡這個過程 第二個就是沒有結婚結婚的 網絡最後的主要是編列為主的 第三個就是千微編列型的紅毛炎 也選出這種網絡之後 或者很多的等隊長達成編列的這種類型 在輔相結婚主要有三種類型 整蛋的話 結婚結婚的整蛋 也是一樣的 首先一個年輕人 尤其是年輕的女性 年輕的女性 它的依據來講 我們臨床整人的依據 第一個就是年輕的青壯人 尤其是女性 有股下外結婚 就是腸外結婚的一些證據人 尤其是有被解婚 這個可以提出我們診断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典型的臨床表現 有典型的臨床表現 第三個 就是這個 以淋巴細胞為主的勝出液 就是膚水的檢查 勝出液為主 淋巴細胞為主 ADA大於36 而且沒有找到癌細胞 沒有找到癌細胞 這是第三個 第四個有這些物業的 一些放射權的一些特徵 診断的話 可以依據彭湯杓 或者胡香進 然後活檢來進行這個診断 進行診断 假如找到了甘利胞壞死的歐亞組 就可以確診 活檢 頭片找到了抗酸感情 也可以確診 這個節奏均速試驗的強揚性 對我們的診断是有幫助的 但是不能作為確診的依據 漸變診断的話 解剋性浮面炎的漸變診断 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我們分為幾個方面 第一個 假如這個病是有膚水為主 有膚水為主 我們叫最關鍵的 要跟癌鬼間別的 就是解剋性浮面炎 最關鍵的要解剋的 第一個就是 惡性的腹水 一個就是惡性的腹水 就是腹腔裡面的惡性腫瘤 包括它 主要是復活的轉移 來淋巴流 或者原發性的復活的腫瘤 這個是第一個要求解剋 第二個 我們要關鍵要求解剋的 就是豐斯的理解剋 就是解體種子病 解體種子病 有時候跟解剋的腫瘤也是不好間諜的 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乾化和兵的 自發性棋棋腫瘤 或者乾化了最少和兵的結合 這個不要緊不間諜 這個也是難度 有時候是比較大的 其他的 比如說恰恰中國針 恰恰中國針 你要想到這個問題 因為結合語蘤不一樣的時候 也會出現下支弧種 出現 這個 解剋語蘤不一樣的時候也會有動作 可是恰恰中國針 他是普朗斯的恰恰中國針 但是一般來講 這個乾脾腫大比較明顯 解剋語蘤可以 所以這個有時候永遠會效 這個人要想著這個病 已經做超級檢查 發現有下腥症病目的 乾脆肺的抖身 也就會承擔 這個被踏恰中國針 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麥克斯中國針 麥克斯中國針 是對負荷有關的這個種種 這個也是要想到他才會去診断 再的話 關鍵的還有一個病 大家一定要想到這個是 最容易漏症的物質的 這個叫做 邏輯的 這個叫做 邏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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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願意看過 也看過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 這個病人 就是一種複水的 他們的話就是 一直當這種乾脾腫水 乾脆肺很大 一直當乾脾腫水 真的效果不好 後來他就沒有想到 就在我們這邊來講 然後就覺得這個病人 怎麼經歷這麼快 然後維亞超怎麼有點小 就想到這個緊急面 也出現比較明顯 那是心臟的問題 就把這個病人去揍一個 這個超級胸部 有少大的心胞基因 但是這個 發現這個心胞黏黏的 比較避難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 熟成的心胞炎 那這個病人本來是想 然後他就開刀了 他到了 但是他們 畢超的醫生講 這個胸部還沒有 這個心胞 還沒有跟心胞 完全黏黏起來 還沒有完全黏黏起來 所以我們就選擇 抗腦治療 抗腦治療 現在三個月了 三個月前 上兩個星期 他來我的門子 變得乾燥明顯的縮小 膚水已經削得超多了 削得多了 削得多了也好多了 我說你上來 不用開刀了 再上個月了 可能就好了 靠到治療 影響到這種病人 物質的起源 要是早點 這個治療 可能癒口會最好 假如它形式在 這個心胞的鈣化 或者淹底的話 你將來只有手術 把這個心胞活力 所以這種解分性的 心胞炎 早去診断 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病大家 只要想到 就因為診断 但是很多事 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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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在這解決手術病 大家我提到了 解決手術病 解決手術病 現在又比較多件 所以我把它放在 第二位了 第二位 腰筋肌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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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為了更難切 這是實際大的理性命 再就是以疾腹症 為主的症 要注意排取空腔上去的窗孔 等等 內臟的 尤其相互藍尾炎 剛才我已經舉了 幾個歷史的 藍尾炎 的 物質的藍尾炎 這種中有的法 而治療來講的話 這個解分性浮沐炎的治療 跟我們常結合的治療 是基本上相同的 基本上相同的 這個 它的最基本的 最關鍵性的治療 還是抗結合的化療 抗結合的化療 這個治療的方案 跟常結合是完全一樣的 完全一樣的 也是分兩期 第一期是三年或者四年治療 然後兩個月 第二期的話 是 雷尾鋒加利如瓶的 雙年 就是雙年治療 雙年治療的話 解分性浮沐炎的療程 相對來講 成結合還要長一點 一般來講 那大部分學後 他們是 六到九月 六到九月的療程 就是這個不可能去看 我們的建議 還是一年到一年半 大家就是 停藥過早的話 由於浮發 這裏面我們控制過來 假如 停藥以後 再浮發 再到瓶這裏來治療 這個難度 就抽死治療 咬難得多 因為這個治療以後再浮發 一般來講 就是由於有耐性性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浮水消沛的話 這個容易 一般來講 三個月 很多病人 浮水就消沛了 但是真因症來講 它已經尖隔 裡面 那些可憐到很長的之間 尤其是我講的 臉臉性 我這個乾淨性 這個需要的時間 非常好 勝出型 一般來講 六個月很多病人就好 差不多了 勝出型確實比較好 但是後面兩種病人的情況 這個療程一定要長 一點到一點大 大家記清楚 這個國外的我們愛情 就是說大胃球的這個指南來講 還是有一點的區別 要跟病人不同的情況 來 背帶 再來這個營養知識等等 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結論病人 這種結論病毒的消耗是比較厲害的 DW選出一些營養知識方面的資料 但是這個我們說了 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在什麼情況下 需要外部手術 這個結論病毒的外部手術 一定要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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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有些癲癲很厲害的 可能你開進去以後 開腰打開腰打開腰 關鍵的時候就難了 外部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是捏捏一把 或者比如說 穿空來以後 你都找到穿空點 是很困難的 很困難的 所以這個 大家一定要注意 儘量的這些保守治療 實際上可以再考慮手術 所以這裡面的話來講 一個的話就是 極性或者壓極性的長症種 這個沒辦法了 很困難的長症種 所以你要考慮這個手術治療 所以這裡面 他還講了一句 你一定要是 對這個 我們這個保守治療 你一定要考慮什麼 沒有感應 你才考慮手術治療 當然保守治療 如果好的 劑量不要看到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穿空 並且活命的 很像濃縮性 這個是沒辦法 穿空必須要守住治療 必須要守住治療 再就是腸露 腸露經過我們的藥物治療 前腸道的修行就是近食 以及近面的高於藥物治療 還不能夠考慮這種病人 或者這個漏罐 或者畢獲的病人 要考慮這個手術治療 但是結合了漏罐 有時候很麻煩 因為漏罐病 在進去裡面很難找到 它可以彎彎彎彎的 下腿可以轉很多彎的 所以有時候很難找到 完全給它封閉的 所以有時候進去以後 難度比較大的 有時候找到 遇到一些很大一段層子 所以這個要注意的 我們除了這些治療不效的時候 再考慮這個手術治療 再加一個手術的治療 實在這個病人 診斷照不清楚 因為其他沒有辦法精免 這總共 沒有辦法精免 而且高的反應位置總共 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說為了正式這個診斷 需要進行這個手術 需要進行手術 這是這個結合的這個治療 我剛才的同學講 你們昨天上個PD2 這個應該比較熟了 比較熟了 所以這個結合又講了一遍 應該這個印象會比較深了 好吧 今天的話就是說 兩位學生 後來就跟大家上到這裡 今年的話 美大陸部基本上就全部完了 後面可能還有別的老師 給你們看一些其他擴充 那你們今天在這個病房呢 也在見習 有什麼問題 希望你們就可以 這個隨時的下午寄出來 然後 能夠回答呢 就要回答你們 趕快接著我們一起學習 去寫藏資料 因為法輪資的跟其他 是一樣的 以前的話這個齐年資的 它的臨場水平是非常好的 你們法輪資可能要求更高了 要求更高了 因為老闆就講了 你們這個音樂來的 都非常非常優秀的學生 自學的音樂非常強 所以希望你們抓住在病房的時間 一定要很多 一些很怪怪的病種 這些都要找清楚 尤其他人整個男性 在裡面之間 那時候 希望跟著人家 多學一些這些病種 但是最關鍵的 讓我們在病房裡面 開始打 你一定要把基礎 把習慣養好 基礎打好 習慣養好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我反復得能全量 實習完了以後 你試什麼水 以後你當醫生就什麼水 因為這個習慣已經形成了 你習慣不好 將來經歷了很多人交給 你這個習慣是改不過來的 將來也不可能當一個好醫生 這個實習的時候 習慣養成了 將來也不可能當一個好醫生 實習的時候我們看的時候 好醫生出去 決定是一個好醫生 實習的時候你當好醫生 出去以後這個醫生 決定是一個好醫生 所以這一點最重要 希望你們花有這個實習的時間 一定要利用好這個實習 這個過分來講 只要這個品牌都會滿意 希望你們能夠結合到這個實習的根據 好吧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